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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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生一定有死 不过死有时候来得早一点 有时候来得晚一点 有时候死得蛮痛苦的 有时候有的人死得并不是那么痛苦 所以有的人死得蛮有价值的 有的人觉得死得好像很冤枉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 不管是怎么死了 总是有人要死 总是不是很好的事 所以复发的观点呢 只能够讲 说人要面对这一种事实 先要有心理的准备 在还没有死以前呢 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那么同时 我们在生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一定会有死 所以是 这个本来就有心理准备的 可是我们人做些一个错觉 总觉得多后一点是好一点的 最好不死是最好了 因为总是难捨难分 所以是从父法来看 还是要从一个人的 对于人的一种观念 或对这个事件现象的一种看法 才来帮助自己 来化解自己 面对死亡 或者是面对亲人死亡的帮助 那么在附近里面 也告诉我们 如果人要非死不可的时候 我们不是为他难过 应该为他念阿弥陀佛 那么如果是念阿弥陀佛 是不是他一定会死 或者一定不死呢 我们不一定是希望他死 而是念了阿弥陀佛以后 能够不死是最好的 一定要死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这是面对着 子鸡亲人的这种死亡的事实要如此 那么面对着子鸡是不是死亡 这个问题 也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子鸡一定会死 但是不希望死 可是如果说洛夫以后 已经知道子鸡是非死不可 那对死亡也是认为是一个自然的 好像是今天早上起来了 晚上睡觉 是个正常的事 晚上睡觉以后 明天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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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这是晚上睡觉而已 所以把死亡当作一个阶段的过程 的技术 那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可是很多人之所以恐惧死亡 害怕死亡 是因为放不下 放不下很多他喜爱的爱恋的人 或者放不下很多他看重的东西 那么对他们法师觉得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放下呢 约是放不下死的就快一点 因为舍不得放不下 他消耗的体能多了一些 幼泪多了一些 心理的健康差了一些 那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更差 所以是最好呢 有了病以后 或者是已经觉得自己非时不可的时候 最好一切都放下他 不要再牵牵挂挂的 所以牵肠挂毒 这个世界的事 这个都是一种临时的拥有 而不是也不可能了 永远的居为己有 那既然如此 包括身体在内都是这个样 何况是身外之无呢 可是对很多为人父母来讲 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孩子突然夭折死亡 或者是所谓的他们叫中年上子 白法人送黑法人 这是好像觉得是人间最悲痛的事情 对他们佛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安慰呢 的确是这个是比看到年长的人过世更难过 因为这个是太意外了 而且年轻的人在我们的观念之中 尤其是小孩子是不应该死的 应该他还有很长的前途 还有老的人没有死 而年轻的人死了 或者小孩子死了 这实在是电倒的一种事实 所以没有办法面对他或接受他 我就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弟子 她的儿子只有18岁 有一天在路上 突然间害心脏病死掉了 这小孩子从来不知道有心脏病 虽然不知道这小孩子有心脏病 但是呢 他是事实就是在心脏病了 就是在路上暴僻 那死了以后啊 他的母亲 终究对他的孩子没有死 终究对孩子不应该死 终究对孩子好像还是活着的 因为经过两年的时间呢 每次见到我都是要问我 师父 我的孩子我还能见到他吗 师父 我的孩子现在在哪里 你能不能告诉我 师父 我如果现在死 能不能够见到我的孩子去 我说你现在已经知道学佛了 你也知道 父教啊 对死亡这桩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要问这些问题呢 我说人死不可能复活 而人呢 各有各地因缘的 在我们一起的生命过了 也可以说他的任务啊 已经结束了 或者他来啊 就是来给你见一次面 他已经就没事了 就要走了 但既然他要走了 你不需要太难过啊 有的人来访问你 见一个面 垫一个头 握一个手 他就走了 有的人在你家里住场好多天 他才走 我说这个也是一种访客 访问你一下走了 那你也不必太难过 难过也没有用 你也不必太难过 你也不必太难过